《非志愿个案》 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单元 要讲的是非志愿个案的智商技术 那什么是非志愿个案呢 其实讲起来 就是大部分的辅导 我们都会想说 是有意愿要接受辅导 比如说忧郁症焦虑症 但是我们先来等一下讲的是 新偏差者的智商辅导 像这样子的人 基本上都是因为他犯了 法律上所认定的错 所以是法律强制他们回来 所以基本上这就是非志愿 那这样非志愿就会打破很多 志愿智商的一些规格 跟原有的假设 所以要怎么样做 其实它有一些原理原则的 我们这边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非志愿智商的特质 第一个就是案主 其实都是犯罪人或偏差行为者 那那时候你必须 最最重要的就是 一定要秉除你自己 你是一个辅导者 那要注意你自己 要减少你自己的价值判断 比如说你心里面可能会告诉你自己 我为什么要辅导这种 这种偏差行为者 甚至要辅导这种变态 这样不应该 因为其实只有您在第一线 那您如果能帮忙他到位 那他就有可能可以改善 不用说一直到社区去犯了很严重的错了 林老师到最后在监狱在社区再辅导他 其实这样子可能已经有五六个案子发生 又很多人犯错 所以各位老师你们在第一线是很重要的哦 再来第二个 各案军事被强迫参加辅导 所以注意哦 强迫参加辅导不表示不会有效哦 很多的老师啊 很多的法官检讨官他们说 那您这样的辅导会有效吗 很有效 只要你抓到方法就好 好 然后呢 那他会不会从头到尾都觉得他是被逼的啊 其实没有哦 刚开始他被逼是因为法律逼他来 但是如果您的辅导功力好 他第二三次就觉得很服应了 他觉得说哦还好有您的智商辅导 让我以后就可以不用再犯 掌握到我自己了 第三就是呢 个案刚开始是完全没有医院哦 所以这个很正常 他会不喜欢辅导 像林老师在做家暴的辅导 第一天刚来的时候 就是有时候会讲一讲 哇他气个半数 甚至有的哦 会给你拍桌子 但是还好 因为这个是常我们可以知道他的不舒服 但是我们您不要动怒哦 就慢慢来 来 第四个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的案主啊 都会讨厌辅导者 辅导的执行者 但是要注意哦 他到底说不应该是一辈子继续讨厌你哦 这是您的辅导技巧 如果你掌握到 他是会开始被你给影响了哦 那第五个案的推出力其实是很高 但是呢 我们也发现不是全部都那么高 只要你真的愿意关心他 他也愿意改变 他其实会做的哦 所以呢 你在辅导的时候你要注意 我们辅导者 不要有一个主观说哎呀这个没有救了 这个是社会的什么 不应该这样子 所以好好地关心他 其实他们会改变的 那再来这边他特别讲到的一种叫做动机性的物谈法 那这种动机性物谈法哦 其实不是林老师发明的哦 是很多的人在面对这这样子的一个非知焉智商 他想出一套 归结出一套 哎很有道理的原理原则哦 好那我们来看看再来看林老师的整合矫正智商模式 他呢这个这个物谈法呢 他呢其实是在一开始的时候非常强调 记忆力按住来参加辅导的动机 那这个Miller跟Ronnie可能 哎他们呢就发展出这样的技术 然后写成一本书 哎有机会可以看哦 如果你以后要做的是这样子的一种个案 然后呢 这个动机式物谈法呢 它其实就是一种以个案为中心的物谈方法 透过受训练的一个辅导者来运用动机的激发 然后来误谈 来使案主能够激发他的动机 然后来达到行为改变的目标 那其实这个辅导法通常都会分两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呢 辅导者与个案建立和谐的关系 注意哦 一开始不要打破餐盘哦 不要说哎呦啊你要怎么样 你不来我要记过 这个可能不是辅导者要做的 这个可能是要注意 在做辅导的时候第一阶段 一定要建立好关系 虽然他不喜欢你 你可能也对他的误解 但是慢慢来 以后一定会渐进加进 第二阶段呢 基本上的任务就是 透过个案行为的改变分析 然后来分析结果 然后呢 然后促进个案 往下一个改变的目标迈进 所以哦注意哦 改变不是一下子到位 而是他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 然后鼓励他一个一个慢慢改变 好 那再来呢 这样子的动机事物谈呢 他其实哦 有五大原则 好 等一下会听到一些技巧 那我们先看一下 第一个一定要表达同理心 注意哦 当他不舒服 那你要是要说 嗯我可以理解你的不舒服 表示你接纳他的不舒服 但是不是接纳他 去犯信片差行为 好 所以注意哦 你的同理要到位 但是是同理他的不舒服 好 所以呢 第一个原则是主张温暖的 同理及回应师的请听 好 然后在整个辅导过程当中呢 要秉持一个接纳的态度 好 但是必须知道接纳并不是说呢 哎 他同意 你同意他这样子的信片差行为哦 然后第二个创造不一致 哎 这个很技巧哦 什么叫创造不一致 这个林老师哦 整个假针智商模式哦 跟他的做法很接近 好 但是你看他怎么做哦 他说哦 哎 是要在个案的大脑当中啊 去创造一个 哎 啊怎么好像你现在做的跟你想要的都不一样 你说你不希望常常被啊 啊 叫到学务处来 那为什么一直在平民这样犯错呢 哎 就是什么 哎 有一个不一致啊 他在做的跟想要想要的目标都不一样 那这个时候你把它提出来 其实有一点像辅导里面的啊 高层次同理心或者挑战 好第三 避免争辩 好 这个呢 避免跟个案发生争辩 哎 其实啊 每个人都讲的觉得自己有道理 不应该哦 好 在做矫正智商的人 其实呢 你没有必要跟他争辩 因为他的那个想法 其实已经僵持二三十年 好 那你一直跟他辩 那又不是在辩论比赛 所以呢 常常要怎么样 用软性的面指法就好 好 那其实呢 我个人呢 好 他这本书里面没有进一步说明 我认为比较像是什么啊 像是高层次同理心 好 那避开辩证 好 就是鼓励他 说哎 那你这样做那怎么样 会达到你的目的啊 然后再来第四个 叫做与主抗 缠斗 什么意思 因为啊 非知愿的个案通通都嘛 有不喜欢来参加辅导的想法 因为什么 参加辅导他是被逼的啊 光这一点就不爽 可能到第一次到最后一次啊 所以您的辅导如果没有很清楚 了解这一个他的动力的话 很可能一下子 八次他都在跟你辩论 那你也在跟他认真的辩论 注意哦 真的会陷入辩论比赛 第五 是自我效能 什么叫自我效能啊 他是按阻 对自己面对 及解决困难的信心程度 这个叫自我效能感 这个自我效能啊 如果他们呢 一开始对自己没有信心 对应付这些朋友 然后邀他他不去 这样子都没有信心 他当然没有办法去 去慢慢的远离那些不好的朋友 所以自我效能是很重要的哦 那自我效能啊 林教授我认为啊 刚好用优势观点可以补足 所以林老师就会鼓励优势观点的东西 在确定个案的行为改变 他呢 在整个辅导过程当中 他很认为说 有五个技巧 是要鼓励案主慢慢改变的 那这是什么呢 就是透过五个初期智商的策略 然后第一个是什么 问开放性的问题 其实很忌讳说 哎 你有没有信心啊 对未来的挑战啊 有没有这是错的 不应该这样问 通常会问说 哎 是什么样的情况 让你有信心 是什么样的情况 让你没信心 注意 这种开放性的问题 他就是要谈很多 不是yes or no 第二个 就是呢 回应是请听 可以知道说呢 譬如讲啊讲啊 可以知道你不舒服的原因 是因为你曾经被欺负 只要他讲说 他刚好之前被欺负 他气个半死 这个时候你就要讲回应是请听 把他讲的 最后一句话 再给他回复一遍 第三 就是给你肯定 哎呀 可以知道你开始愿意去思考 怎样改变你自己 这肯定他 那第四 就总结发言 总结在要 把他 所之前讲的一些情形 在每一段的时候 给他做个简单的在要 第五 引发个案自我动机表达 比如说你可以怎样问 你可以怎么做 可以让你以后真的不会再办啊 不用再 不用再回来参加林老师的辅导 他很开始想 虽然林老师不是那么可爱 学务主任也常常会 叫我来参加辅导 那我可以怎么做 可以不用再 让他们来当脑筋 对我 让他们去忙别人 来 那整个结语呢就是呢 我们在介绍复发预防 到非志愿工作的矫正智商 就可以知道呢 一个非志愿的一个 非志愿者的辅导工作 其实要注意哦 他不是真的只有辅导 他还要加上监督 所以呢 其实在复发预防的模式里面 是非常强调 也要有辅导 也要有监督 所以老师的角色很重要 辅导老师的角色也很重要 其实还有一个叫家长 如果家长愿意一起帮忙 那是半功倍 好那我们今天到这边 好那我们今天到这边